哈囉大家早 等一下我要出去吃飯 所以呢我就想說 欸從來沒有 拍過一個get ready with me 那我就來拍一下 因為我之前在留言有看到 有人問我說比如說用什麼 粉底眼影啦 用什麼眼線睫毛膏 所以我今天就一次呢 就跟大家說平常 我的日常妝容 像什麼樣子其實我每天都化一樣的妝 而且我這個人就是不喜歡 花太多時間在化妝這件事情上面 我覺得就是只要重點部位 有化到 我就覺得差不多了 我的妝真的超級超級簡單 那我剛剛已經刷牙洗臉過了 所以在化妝之前 我都會先上一個保養品 這個是 我最近超級愛用的一個 韓國的那個化妝水 他真的很好用 因為我大概用了好像 一個禮拜吧 臉上就有 光澤感 我以前用別的化妝水是沒有這種效果 我還很喜歡他的原因是因為 他沒有什麼香味 他是一個淡淡的那個香味 就是聞起來很自然 因為我很不喜歡太香的味道 這一瓶擦上去之後很舒服 因為他不會黏膩 但是呢又保濕 會讓皮膚看起來蠻健康的 脖子也不要忘記 脖子也不要忘記 最近很喜歡這一罐 現在上完保養品之後 我第一個會畫的是我的眉毛 其實我的眉毛已經很濃了 然後我大部分時候我就是只是 加強一下眉尾的部分 我會稍微把它拉長一點點 因為這樣看起來比較完整 我以前在當空服員的時候 我會故意把妝畫得比較兇 強調那個氣勢 因為這樣比較不會被乘客欺負 尤其是奧客 這張很有用 沒有在開玩笑 我很喜歡用這個Naked 他這個其實是Naked的眼影盤 而且他是第一代 他現在已經出到不知道第幾代 因為他能受到大家的歡迎 你們看我用的顏色你就知道 我只有用哪幾個顏色 黑色這個顏色 你看這個眼影盤我就用兩個顏色 因為呢我有一個超級愛用的眼影 而且我用了很多年 等一下你們也會看得到 我的眉毛顏色比較深 剛好找到這個黑色的 然後就跟我的眉毛顏色還蠻搭的 那因為現在有光線 所以好像看起來我眉毛比較淡 但其實我眉毛是黑色的 用棉花棒先沾一點這個黑色的 然後直接我就會下到眉尾 因為眉尾是最容易脫妝的部分 一沾然後馬上下手的話 那個地方的顏色一定是最重的 所以你如果一沾然後就馬上塗這邊的話 我跟你講這邊眉毛就超級黑 所以我會先下在眉尾這邊 by the way 你們有看台灣金曲獎嗎 第33屆的金曲獎 我昨天看完了 喔我覺得真的很精彩耶 我很喜歡他們這次的開場 羅斯風坐著絲絲膠囊出場 我覺得這個梗真的是太棒了 大家只有台灣人才會了解這是什麼梗 而且應該要有一個年紀 因為絲絲膠囊的廣告好像是我小時候的廣告 所以我不知道年輕一輩有沒有看過 他乘坐著絲絲膠囊出場 然後在上面唱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是很跳通 超級跳通 然後他中間還有跟那個Karen Cici 他是一個那個比較嘻哈的歌手 然後他也有唱上幾句英文 到後來他就很動感然後那邊就跳舞 我真的從來沒有看過這樣的羅斯風耶 我覺得他這種嘗試我覺得超棒的 我覺得這個畫眉毛是很強調手感的 有時候你會畫得很順利 有時候你怎麼畫都畫不好 像我今天這個我覺得還OK 因為我今天要出去嘛 在外面會流汗啊 我通常會再加強一點 所以就比較不會脫妝 這邊畫粗粗的也沒關係 好 然後我會再用這個 棉花棒上面剩餘的一點點的眼影呢 我再加強一下眉毛中間比較空的部分 眼頭我通常不太會畫 因為如果畫到眼頭的話 就比較不自然 好 這樣子差不多 然後我會再用棉花棒的另外一頭 乾淨的一頭呢去塑形 你看我這一邊 眉尾畫的比較沒有那麼好 所以我就會把它擦掉 然後去拉我要的那個形狀 有沒有 這樣子眉尾就會尖尖的 這一邊畫的比較好 所以就稍微擦一下就可以了 好 就這樣 我其實整個妝花比較多的時間 就是我的眉毛 好 那接下來呢 我會打亮 平常的時候 因為我不太會擦粉底 除非是大合照的那種場合 比如說像我前日去參加 我的家人他有那個高中畢業典禮 然後在那邊就是有那種大合照 那種場合我才會擦粉底液 時間久了我覺得那個皮膚好像都悶著 就很不健康 因為你工作的時候啊 你會出油啊 你會流汗啊 然後那個厚厚的粉底液 就把全部的那個熱氣都悶在底下 我覺得對皮膚來說會有一定的傷害 所以過了菜鳥時期一陣子之後 我就不擦粉底液了 那不擦粉底液的話 我當然其他的地方就會化的比較濃 因為就是你知道阿姐還會檢查你有沒有化妝 所以我的眼影還有我的口紅 我就會故意擦很紅的口紅 因為我們的制服是紅色 是鮮紅色 所以我們的制服是非常吃妝容的 你一定要畫一個非常顯色的唇彩 你才不會看起來好像沒有化妝 雖然我不擦粉底 但是呢我就會擦一個大紅口紅 那樣看起來就完美就是有化妝 今天沒有要上粉底 所以我會直接打亮 我知道有些人還會打顴骨 但是呢因為我的顴骨還蠻高的 所以我覺得不太需要highlight 用打亮的顏色就是他這個 已經快被我用光的這個顏色 就沾一點之後 然後我會塗在眉毛底下 鼻樑上面呢也是上面這一段 這邊鼻尖的部分一點點 我用刷子上完之後 我會用手 因為手有溫度嘛把它推開 你如果不把它推開的話呢 他就會有一道在那邊 就看起來很不自然 然後鼻樑的這個部分呢不要畫太多 就是一點點他就有那個效果 你就是在移動的時候 你就看得出來他的光澤感 好就這樣子 然後現在呢重點來了我的眼影 我這個眼影真的不知道用了幾隻了 他是一個米蘭的牌子 這個是Kiko 看得到嗎 他叫Long Lasting Eyeshadow Stick 然後我用的是四號 巧克力的顏色 他們家的這個 眼影筆呢 非常的熱銷 尤其是這個顏色 常常缺貨 EVEN我還有庫存喔 我就會去注意一下說 他們還有沒有貨 然後打折價錢好不好 如果好的話 我就會一次多買幾隻壞臀 我前幾天就收到 我這次訂的 這次訂了差不多有五隻 因為我快用完了 全部都是四號 我真的超愛這一家的眼影筆 自從用過他之後 我真的就沒有用過其他牌子的眼影了 好 那這隻呢我用超久了 所以他已經其實已經轉不出來了 但是他裡面呢還是有眼影可以用 我就會拿一隻乾淨的棉花棒 然後從裡面挖出來用 這樣就不會浪費 那我今天就先用新的給大家看 所以他眼影筆就長這個樣子 我很喜歡他的地方是 他還有帶很細微的質地的亮粉 我擦這一隻眼影呢 有拿過非常多人的 compliment 有時候那個朋友 可能不認識第一次見面 然後他們會這樣很靠近你的眼睛 然後說 哇你的那個眼影很好看 而且是男生喔 連男生都會注意到 你就會知道這隻的效果有多好 我就會上在下面接近睫毛根部的地方 然後大概畫個三次吧 好 就差不多這樣子 就畫好了 有沒有很好看 沒有啦要推開啦 你就是用手這樣子慢慢的把它推開 超級自然 你就推個幾下就好了 喔 等一下 by the way 我忘記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化妝之前我一定會擦護唇膏 今天第一次對鏡頭的話 就是有點 KK的 因為先讓你的嘴唇就是比較濕潤 等一下上唇彩的時候才不會乾乾的 然後另外一邊也要推開喔 我發現在畫眼妝的時候 嘴巴都會做一些很奇怪的動作 像是這樣 或者是這樣 好 差不多這樣就畫好了 如果今天就是只是出去吃個飯 比較簡單的話呢 我就會畫個淡妝 我這樣子就差不多好了 但如果今天比如說是 像是有一個活動要參加的話 我的眼妝就會畫比較濃 如果仔細看的話 可以看得到它有一些 亮亮的地方 看得到嗎 對不對 我現在會上睫毛膏 睫毛膏其實我最愛用的是 Maybelline 那我這次用的這個睫毛膏也OK 它是 它也是Kiko的 因為我沒有用過 所以我那時候就想說買來試試看 那我對睫毛膏的要求 其實沒有說很嚴格 看起來有畫這樣就可以了 喔對然後還有這次的金曲獎啊 我有被他們的那種活力還有多元感動到 不管是主持人 像那個黃瑄跟陳明珠 他們的表現很亮眼之外 然後所有那個在表演的表演者 你可以聽到很多不同語言欸 比如說像客家語 台語 原住民語 英語 國語 呃比如說像那個大淵 Fat boy gang 大淵然後還有那個Maskar的那個表演 我就覺得 哇充滿就是那種熱情洋溢 有一點點像是Camilla的那個Havana的感覺 就是你聽了之後會很想要跳Salsa 然後連他們一整個那個舞台的設計都非常有質感 我覺得這次的金曲獎真的辦得還蠻成功的 它整個質感 然後整個裡面的內容 還有到主持 表演 我覺得都還蠻棒的 很值得看 現在最後呢 我就是畫這個眼線 我是用Maybelline的這一隻 我覺得很好用 Line Tattoo 眼線筆呢 我也用過非常多隻 然後不同品牌的 然後我唯一的要求就是 它要很滑 很好推開 像這樣子 有沒有 你就輕輕一滑過去 然後它就 非常顯色 因為 在畫眼睛下方的時候啊 就是眼睛是很脆弱的地方嘛 不用花太大的力氣 就可以把顏色帶上去的 好我現在來畫我的眼線 我就會畫在眼睛的下方 這樣就好了 好另外一邊也是 好這邊畫的比較失敗 好你就用手把它推開 OK 就這樣子 最後的部分 就是上唇彩 那我們剛剛擦了一層厚厚的護唇膏 現在就可以稍微把它壓掉 那這個唇膏 也是我超級愛的唇膏 它是NYX 這一個 它是橘色的 我試過很多顏色的口紅 我最喜歡的就是橘色 然後還有 比較像plum 比較暗紅色 然後有一點點偏紫的那種深色 那種秋冬的時候擦會很好看 然後你再畫一個比較 重一點點的煙燻妝 就 很有味道 平常就是 比較清爽 簡單的妝容的話 我就會擦橘色口紅 我的膚色 擦橘色 是最適合的 我覺得每個人 你都可以多去嘗試 然後找到什麼顏色 最適合你 然後就是讓你看起來 比較精神啊 或者是 whatever you're looking for 就是你會覺得 你自己最開心的就ok了 我試過 桃紅色跟粉色 像barbie的那種pink oh my gosh 那個擦在我臉上 真的超不適合 那個擦在我臉上會很像 美婆 這一支NYX的口紅 超好用的原因是因為 它很顯色 不太會脫妝 它的質地很creamy 你就是這樣滑過去 就會有顏色 那卸妝的時候也很好卸 四種口紅 對我來說很完美 好 這樣就畫好了 嗯 其實我也有它的唇彩筆 如果我是要去參加一個event 可能一整天都在外面 然後要跟很多人講話 我就會先 用唇彩筆 然後再上這個唇膏 是最可以吃久的方式 但是我今天只是 因為然後出去吃個飯 我就不用太介意有沒有脫妝 所以我就這樣擦一下就可以了 這樣就畫好啦 這就是我的美日妝容 我今天是第一次用camera 然後再錄我化妝的時候 所以 有點手忙腳亂你知道嗎 要不然通常我大概 15分鐘以內可以搞定 那我換衣服準備出門囉 吃飯囉 好 走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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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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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边这位他看到这边有Dolby 又要去看一次Top Gun 可能 真的很夸张 可能 这边的光线无敌好耶 给你们看一下 有没有很像机场 哇 整面墙的cereal 对啊 ice cream cereal shakes 哇 最喜欢逛居家用品店 超美啊 超美 哇 这边的戏院 我们在ZARA 大排长龙喔 人超级多的 身影好好喔 好多人喔 有两个人在睡觉欸 好想躺喔 这里超宽敞的用餐区 在旁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